末世第五年,我在丧尸圈里开了一家早餐店 刀子,云吞,面条,豆浆,应有尽有 因此,不少人瞧上了我的早餐店,对我虎视眈眈 A基地高冷首领,来我们基地吧 你的早餐店,我都会护一辈子的 B基地暖男高层,每天做早餐很辛苦吧 需要我帮你吗? 傲娇最强异能者,别误会,我才没有喜欢你 我只是喜欢你家早餐罢了 并交丧尸王,所有寄予姐姐的人都应该被丧尸咬死 正文开始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地 我从超市系统里兑换今天的物资,将早餐准备好 热气腾腾的蒸笼搬到餐台上 再摆上几杯豆浆,面条,云吞下锅 不一会儿便香飘四溢,又人流下口水 等我做完一切准备工作,打开早餐店的大门 外面道队伍已经排成两条长龙了 而早餐店周围的景色更是诡异 百米之外游荡着数不清的丧尸 他们仿佛被什么束缚了步伐 没有一致丧尸感靠近早餐店半分 别提吃人了 外面的客人早就见怪不怪 也没有攻击这些丧尸的欲望 竟有种怪异的共存感 我出来的那一刻 灰头丧脸排队的客人瞬间面露喜色 营业啦 我将门上暂停营业的牌子翻转 开始营业四个字挂在门上 人群涌动,不少人想提前挤进来 可众人仿佛碍于什么 却又不得不遵守规则,秩序地排着队伍 苏老板,我要一个肉包,一杯豆浆 越稀有难寻,也越值钱 男人一边心脚疼痛 默默浇出二级金河 一边接过许久没有吃过的肉包豆浆 满心欢喜 旁边的桌椅 有一个女生狼吞虎咽地咬着油条 末世前我从来不吃油炸食品 对身体不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油条真香 对面的女生缩着粉,点头同意 我以前吃饭只去高级餐厅 一餐下来消费不低于四位数 现在我觉得 在高级的餐厅 也比不上苏姐这家小馆子的面条好吃 小馆里的吸扰声 仿佛回到了不用打打杀杀的末世前 令人怀念 我把煮好的面端出来 加辣的牛肉面 还有两杯豆浆 五颗二级金河 话音刚落 收音台就落下了一巴掌 桌上的食物也震了震 砰 什么牛肉面 豆浆那么贵 还要五颗二级金河 你还不如去抢 中年男人气得脸颊都憋红了 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 二 三级金河只存在于被感染成丧尸的异能者身上 丧尸本就难缠 更别提是拥有一能的丧尸了 我懂了 这是没钱 我把牛肉面和豆浆收回来 体贴地给他换了一个馒头给他 这个三颗一级金河 一级金河外面随便一只丧尸脑袋里都有 谁知这男人不领情 把牛肉面抢回来 还扔了一颗一级金河在桌上 牛肉面以前也就12元一碗 一颗一级金河足够了 豆浆也给我两杯 我唇角抽抽 先生您真是善良 明明可以硬抢 还要给我留一颗金河 男人不明白我的言外之意 还以为我好欺负 正要继续嘲讽 下面我就夺过那碗牛肉面 直接泼在地上 我冷下声音 现在这碗面值一颗一级金河了 你跪地上舔着吃吧 你什么意思 男人的怒火瞬间腾起 手掌升起一团危险的火球 看来是火系异能者 我虽没有战斗型异能 却也不怕他 你是要把我的早餐垫砸了吗 在场的客人听闻 叔弟从椅子上站起来 纷纷从掌心献出自己的异能 警惕地盯着前来砸场的男人 火药味一触即发 怎么回事 冰冷的声音响起 炎热的六月仿佛瞬间坠入寒冬 随着那位俊冷的男人步入小馆 所有人肃然起敬 我先发制人 这人要砸我的店 拿我早餐还想不给钱 男人慌张地要做解释 不 不是这样的 裴首领 裴寒毛里催了寒冰式的冷漠 稍稍抬手 就有人把男人抬出我的小馆 半分钟后 我还在收拾坡在地上的面条 耳边听闻小馆里的人议论 那个闹事的男人 对裴首领赶出了基地 裴寒再次进来 我已经煮好了红烧面 还给他送了一瓶豆奶 还好你及时赶来了 对那人肯定要把我的小馆给砸了 想想变了一片狼藉的小馆 我就一脸窒息 他诞生道 以后有事尽管和我说 好啊 谢谢你 我仰起笑脸 裴寒是我小馆的常客了 从我第一天营业就光顾到现在 每次有人捣乱 他都会帮我处理 这也是我不怕刚才那个男人的原因之一 裴寒看着我的笑脸 漆黑的眸光闪了闪 眸底深处的冰冷在此刻消散 他拿过筷子 烂条丝里的夹起面条 明明是一个小馆 却被他吃出高级西餐厅的优雅 他吃完就走 也不稍作停留 走前还出手大方地 给我扔下两颗三级金盒 虽然他的身影已经走远了 但我还是捧着三级金盒 激动的喊道 有空常来啊 每天就指望着他这点三级金盒发财了 这句话是在对我说的吗 温柔的嗓音加着一丝笑意 我回头 对上江雨那双迎着淡淡柔衣的眼眸 心里了然 常客二号登场 来的路上 我听说有人在店里闹事 都解决了吗 江雨的声音宛如春风般温柔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 他和我说两句 坏情绪很快就消散了 我点了点头 是裴寒帮我解决的 江雨正了正 夏顺又扬起了笑脸 能给小若提供帮助的人不是我有点沮丧 下次再遇到麻烦 请务必让我来为你解决 他上前一步 拉近与我之间的距离 我一抬眸 便能看见他眼中印着属于我的倒影 脸颊一红 我慌张的后退了几步 好 好的 我的声音有点结巴 江雨笑了笑 直起身体 今天的早餐 我想吃一碗南瓜粥 还有一杯豆浆 麻烦小若老板了 有人点餐 我条件反射到 两颗三级金盒 谢谢会顾 江雨点了点我的额头 浅笑着说了句小财迷 但还是将金盒放到了我怀里 他还要带队伍出去搜集物资 吃过早餐后 只留下一句明天剑 便匆匆离开了我的小馆 营业时间接近尾声 小馆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 我正收拾着餐桌 远远就听见豪迈的声音 曹 这群丧尸小爷 我迟早把他们全灭了 每次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不用猜我就知道是枫岩了 喂 给小爷上三份云吞 加辣的 枫岩带着两个小弟 在空闲的位置坐下 我把三份变态辣的云吞重重 放在桌上 第一 我不叫位 他腔道 第二呢 我说 第二 一共五颗二级金盒 谢谢会顾 离得近了 我才发现 丰严的脸上 多了一块渗血的纱布 我愣了 你受伤了 丰严用手无脸 马上测开脸颊 小弟倒是在旁边应声 可不是吗 昨天我们出任务 谁想在丧尸群里 遇到一个厉害的丧尸 严哥挂了彩 我们让他好好休息 谁知他床也不躺 非要过来吃早餐 另一个小弟 急没弄眼 我猜严哥 可能是想见苏老板你了 丰严叔弟 从椅子上腾起 瞪向两个手下 别 别胡说八道 小弟 那严哥 你怎么脸红了 我扭头看去 还真是 跟红屁股似的 丰严钻手 我这是被你们 胡说八道气的 每天来吃早餐 见他个八百回 老子都见腻了 怎么会想见他 我只是肚子饿了而已 丰严竭力解释 我腻眼 既然看腻了 以后让你手下来买早餐 就不用见我了 丰严撇开飞红的脸颊 也 也不用麻烦他们 早餐还是自己来吃比较好 虽然看腻了 但我还可以忍受 我 那还真是谢谢你的忍受 丰严 不客气 我 营业时间结束 我把丰严轰出小管 为了表达我的怒火 还多收了他两颗金盒 丰严对我是黑心老板 却也只能乖乖交钱 我四处张望 看见小管理的人都走完后 这才拉开我的收银抽屉 把今天赚到的金盒 全倒在桌上 哗啦一声 五颜六色的金盒堆满了桌面 发财了 我乐得嘴都歪了 我点开脑中的超市系统 购物信息展开 一颗三级金盒 可购买两盒肉 一颗二级金盒 可购买一包大米 一颗一级金盒 可购买一包面粉 我兑换了明天早餐 所需要的物资 后厨马上多了十来袋食品 就连海鲜都有 与此同时 桌上的金盒 凭空消失了几十颗 这就是我的超市系统 在末世来临那天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把剩余的金盒 装进袋子 足足装两袋 然后背着巨资 偷偷出门了 我专挑小路走 一路没有撞见人类 也没有丧尸 大概走了十分钟 我推开小门 才进屋子 满院生就在屋子回荡 姐姐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正准备让手下去找你呢 想象下 背一群丧尸满城寻找的画面 我精神一震 腿也软了几分 不 不用找我 我既然答应了你 就一定会来的 这是今日份的金盒 快吃吧 我把两袋金盒 放到顾怀面前 顾怀伸出那只皮肤 苍白的可怕的手 拿过一颗金盒 放入嘴里 咔咔地咬了起来 每次看见他吃金盒 我都会想他的牙齿 糟不糟得住 姐姐这么看着我 是也想吃吗 顾怀脑袋一片 歪头看我 漆黑的毛里一片青城 四人处无害 我回想起我们的初遇 我在丧尸群里见到他时 他也是用这样的表情看着我 我以为是哪个基地 落难的男生 就顺手救了他 之后我才发现 这哪是落难 分明就是丧尸王啊 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男 在这之后 顾怀就黏上了我 这也就算了 每天还要给他投喂金盒 我看着他 随口咬碎一颗三级金盒 我的心就在滴血 他就是一个吞金兽 不过我也获得了一点好处 在这末世中 没有丧尸敢攻击我 他们甚至不会靠近 我的小管百米之内 姐姐又走神了 是在想我吗 顾怀把我拉过来 眉头忽然皱起 姐姐受伤了 我忘了他作为丧尸 对于血腥味很是灵敏 我把左手拿出来 食指上多了一张窗壳贴 今天切菜的时候 不小心割到手指 不过伤口很小 不碍事的 我回头让治愈系的朋友 我话还没说完 顾怀就把窗壳贴撕开 舌尖掠过我的伤口 温润而又酥码 你你你在做什么 我心下一慌 迅速把手缩回来 姐姐的血好香 我没忍住 顾怀舔了舔唇脚 除了金盒 我想吃的东西又多了一样 我沉默不语 顾怀 姐姐不问是什么吗 除了我的血 还能是什么呀 我在心中狂怒 顾怀吃得很快 两袋金盒三两下 就被他糊糊完了 吃完金盒后 他身上苍白的皮肤 多了一抹红润 更加接近于人类了 我看了两只空荡荡的袋子 好家伙 这是一颗金盒都不给我留啊 内心隐隐作痛 姐姐 我还想吃 顾怀抿着脖唇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犹豫到 没有了 要不你自己砍几个丧尸 取他们的金盒吃 顾怀惊讶 姐姐 他们是我的手下 我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动手 我 自己动手不行 但是别人砍了送给你就行是吧 我愿把这称之为懒 那我明天再给你送多点金盒 我琢磨着明天早餐涨价的事 顾怀就把我拉入怀里 姐姐 不用这么麻烦 他撩开肩上的长发 将唇附在我的颈膊上 半个小时后 我摇摇晃晃的回到家里 镜中 刚才被顾怀触碰的颈膊上 多了一片红痕 没有伤口 倒像是内出血的状态 脖子上似乎还残留着顾怀身上冰凉的触感 我用指尖碰了碰 疼得死了一声 他到底是丧尸还是吸血鬼啊 都快把我的血吸干了 要不是因为不会变成丧尸 我非要敲爆顾怀的狗头不可 夜晚 缺少娱乐活动的人类 在这个时间段大多都睡了 而我还要在厨房辛勤劳作 准备明日的早餐 小馆的卷帘门外 忽然发出嘻嘻嘟嘟的声音 有人在门外 丧尸不会过来 难道是有人想趁着越黑风高 杀人越祸 杀了我 然后用我的早餐电物资 我的心脏随着四脚门的声音 稀疏而颤抖 握着菜刀的手冒出一阵冷汗 我鼓起勇气 朝门口大喊一声 谁 片刻 传进一句虚弱的声音 裴寒 裴寒 声音还真的是他 不过大半夜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过去升起卷帘门 看见裴寒坐在地上 后背已在墙边 不少鲜血从他的腹部流出 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 百米外的丧尸蠢蠢欲动 碍于顾怀的原因又不敢靠近 我怕丧尸嘴馋 连命令都不听 也要扑上来咬人 慌忙把裴寒扶进小馆里 你怎么受伤了 身边的手下呢 只有你一个人吗 下午外出探索 遇到丧尸潮和队友走散了 裴寒向我解释 走散的途中 他遇见一只不同寻常的丧尸 没打过 一路上血腥味吸引了太多丧尸 只好来我这里避难 毕竟丧尸从不靠近我的小馆 身边没有治愈西异能的人 我只能翻出药箱 给他物理止血 好在伤口不大 我用压迫式止血 又给他喷上云南白药 包上纱布 谢谢 裴寒看向我 清冷的嗓音带着一丝滴柔 一切完成 我才有空注意他结实的身材 以及我那只落在他腹肌上的手 别说 手感还挺好 我甘笑两声 默默把手收回来 不好意思 裴寒诞生 我不介意 啊 不介意什么 不介意我的误处 还是不介意我摸他的腹肌 我还没想明白 就听见他接下来的话 今晚能在你这里接宿吗 裴寒受了伤 基地距离这边还有一段距离 这虚弱的身体保不齐 在路上就被哪只丧尸吃了 我带他上二楼 给他挑了间客房 第二天 我还要卖早餐 一大早就起来了 没敢吵醒裴寒 小心翼翼下了楼 小馆门庭若是 我忙得不可开交 需要帮忙吗 我抬头 江雨正前笑的着看我 我推脱 不用了 怎么能让客人帮忙呢 原来我只是客人吗 江雨谋色闪过一丝落寞 看到他难过的神色 我心中涌起一股愧疚感 当然不是了 在他殷切的目光下 我说 我们还是朋友呀 江雨无奈一笑 伸手揉了揉我脑袋 小若什么时候能开窍呢 我正顺 正想说话 就看见江雨望着楼梯口 温柔的眸光威领 我寻着他的目光看去 裴寒一脸从容地走下楼梯 之后 我看见江雨甚甚人的笑容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小若家里 江雨和裴寒两人之间不对付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在早餐店 整日能听闻 关于两人为自家基地 抢异能者仪式 机关算尽 就差反目成仇了 我看看江雨 又看看裴寒 放在身侧的掌心 渗出丝丝冷汗 我面色凝重 已经在思考两人打起来 是该先保住我的早餐 还是保我的店 我出现在这里 很奇怪 裴寒率先开口 点燃空气中危险的火药味 我看见江雨那张 一直以来温雅的脸颊崩裂 目光如刺骨的寒冰般 盯着裴寒 裴寒淡定自若 来到我身边诞生询问 我昨晚的衣服放哪里了 衣服 他昨晚哪带有衣服过来 我下意识地摇头 没看见你有带衣服过来啊 裴寒也不在意 或许是我记错了吧 我也当他是记忆出错了 一回头 便对上江雨那双七飞的眼眸 他定定地望着我 看得我莫名生起一股心虚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的嗓音里的春风支离破碎 昨晚 衣服 这个人昨夜睡在小若这里 合起来这么一听 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还真有那么一点暧昧 别误会 其实是这样的 我慌忙向江雨解释 但我说完 江雨的脸色又如春风般温和 他先是对裴寒的存活感到遗憾 又温柔地揉揉我的脑袋 江雨告诫我 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家里 要警惕心怀不轨之人 裴寒撇了眼我脑袋上的手 大庭广众之下 动手动脚 你倒是更像那位心怀不轨之人 江雨 我和小若关系亲密 裴寒 确实 毕竟你是小若的朋友 朋友两字加了重音 他显然听见了我和江雨刚才的对话 江雨笑不出来了 两人对视 谋理充满敌意 你们两大门神站在这里 客人都不敢过来点早餐了 快走开走开 在火药卫重新聚集之前 我连忙大声嚷嚷 把两人推到一旁 不吃早餐就回去 最终两人都点了早餐 分别在小若两个最远的角落坐下 我为小若的存活松了一口气 喂 给小爷一份云吞 加辣 风炎准时出现在店里 你受伤了 怎么不在基地休养 还跑这么远出来吃早餐 我想起昨天他两个小弟的话 风炎红着脖子说道 我只是太饿了 才不是因为你 你别误会 我 我误会什么了 风炎慢吞吞的接过云吞 好几次欲言又止 我注意到他的动静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冻牙那边的花开了 如果你非要想去看的话 我也不是不可以带你过去 可我不是很想去看啊 我被风炎瞪了一眼 他端过云吞 怒气冲冲的找了个角落坐下 我莫名其妙 只能继续忙碌早餐 姐姐 我想吃这个 我抬头 顾怀那张细白的脸颊映入眼帘 煞时 我心脏骤停 你你你怎么来了 我没拿稳 勺子落入水池 见我一脸水花 顾怀伸手替我擦干水珠 杨纯笑道 因为我想姐姐了 等不到下午就提前跑过来了 他的体温偏低 冷得我缩了缩脖子 顾怀擦完水珠后 没有把手拿开 食指轻轻巴撒我的脸颊 然后又似很有趣 搬揉捏我的耳垂 我拍掉他不安分的手 慌慌张张的把他拉到一边 崩溃的低吼 你是丧尸啊 这么光明正大出来 别人知道会杀了你的 顾怀弯起眉眼 姐姐是在关心我吗 算 算是吧 主要是我怕他们误会我 结果顾怀笑得更开心了 如果姐姐担心的话 我把他们全杀了 这样姐姐就不会害怕了 我害怕 我不止害怕 我还手抖 三十几摄氏度的天气 你是怎么说出如此冷冰的话语 可能是我和顾怀嘀咕太久 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遇到什么事了吗 江宇上前问我 同时不动声色地打量起顾怀 我看见其他两个角落 裴寒和风炎也把视线投了过来 没事没事 我朋友他 他是来找我借钱的 对 借钱 我信口胡周 我每天赚这么多钱 有朋友问我借钱 倒也显得几分真实 你先上楼等我 等我关店了 再和你讨论借钱的事 我干笑几声 把顾怀推上楼 我看见江宇魔光微沉 看着顾怀的背影 像在沉思什么 我害怕露线 转身挡住他的视线 刚刚有客人点了一份海鲜粥 但是我不会煮海鲜 你可以帮帮我吗 江宇很快挂上了柔和的神色 我很乐意 不过作为帮忙的奖励 明天可以陪我去冻牙吗 早餐店结束营业 我关上卷帘门 连金河都没来得及数 就急匆匆上楼 刚到客厅 我就看见顾怀抱着一个熊娃娃 窝在沙发里 这人来别人家里 还真是一点也不客气 我床上的熊娃娃 都被他抱出来了 他身上有姐姐的味道 不过 顾怀转眼就抛弃了熊娃娃 把我拉入怀里 鼻腱在我颈膊间清秀 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样 闻姐姐的味道 他的体温冰凉舒适 我却感觉到 自己的脸颊烫得厉害 我想把他推开 掌心却摸到一抹粘稠的液体 我低头看去 是绿色的血液 你受伤了 顾怀声音忽然委屈 嗯 昨晚带着手下巡逻呢 那么黑的夜晚 有人偷袭我 我受伤了 不过我也没让那人捞到好处 后面那句话 我听着他的语气 还有些小得意 果然是小屁孩 我去拿药箱给你包扎 我刚起身 又被他拉回来了 顾怀嘴巴一张 又啃上了我的颈驳 姐姐的血比药箱有用多了 他的身体冰冷 可舌尖的温度滚烫炙热 烫得我心口微颤 脑袋也变得模糊起来 依稀之间 我听见他在耳边说 我讨厌他们 看着姐姐的眼神 真想把姐姐藏起来 这样姐姐就只能看我一个人 也只能被我一个人看了 我在沙发上醒来 已经是晚上了 好在 我并没有失血过多而亡 也没有被顾怀囚禁起来 我翻遍家里的房间 也没有找到顾怀 就像他从没有来过般 只有颈驳间的疼痛在提醒我 之前发生的事并不是错觉 而与顾怀一同消失的 除了我的熊娃娃 还有收银台里的金河 我看着空荡荡的抽屉 咬牙切齿 他居然一颗金河都没留给我 果然男人的话都是骗人的嘴 因为答应了江雨的邀请 第二天我便前往了洞牙 洞牙在末世前就是一个花园 末世后无人打理 花朵蔓延出来 花开遍地 反倒更加艳美了 我到的时候 江雨已经在里面等我了 附近的丧尸也被他清完了 不好意思 你等很久了吗 我小跑过去 如果我说等很久了 小若会补偿我吗 微风扶过江雨的发烧 不止声音 就连眸光也多了几分温柔 我十分破坏气氛道 那明天早餐我多送你一瓶牛奶 能在末世拥有一瓶牛奶 可是能受万人瞩目的 江雨似出乎意料地愣了一下 低声笑了起来 小若真是有趣 我对花没什么兴趣 心里还念着要去给顾怀送金河 赏了一会儿花 准备向江雨告别 他却在我之前开口 手中粘着一朵寻了许久的枝字花 小若 你知道枝字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我迷茫 是什么 江雨没在说话 只是俯下身 将那朵枝字花插入我耳边的袖发中 他与我靠得很近 我甚至能看清他每一根睫毛 还有瞳孔中所倒影的自己 气氛在这一刻变了 江雨的喉结滚了滚 耳边的手扶上我的脸颊 他离我越来越近 我心中慌乱 步伐才往后退了一步 一道灵力的风便席卷而来 把我和江雨分开 我眼前一花 江雨已经和顾怀打得难舍难分了 我正寻思着 此时此刻要不要喊一句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样是打不死人的 顾怀就挂采了 万万没想到真要死人了 江雨 不要打了 他受伤了 我刚要上前拉住江雨 丧尸便从四面八方涌来 把江雨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瞬间 我落入一个冰凉的怀抱里 不用猜就知道是谁 我等了姐姐这么久 没想到姐姐居然在和别的男人亲亲我我 不是这样的 你先让那些丧尸停下来 我给你解释 还有你昨天的伤美好 今天又受伤了 要赶紧回去治疗才行 我挣扎着想从他怀里出来 顾怀却把我摁得更紧了 眼前一片漆黑 我的触觉和听觉变得灵敏起来 我能感觉到耳边的花被他拿走 甚至听到鞋子斩压的声音 腰间上的力度松了松 我抬头 看见顾怀隔着那群丧尸 对江雨扬起一道恶劣的笑容 我还没明白这道笑容的含义 下一瞬 我的下巴被顾怀擒住 薄唇印在我的唇瓣上 炙热而又用力 姐姐是我的 基于姐姐的人就该被丧尸咬死 江雨没被丧尸咬死 但顾怀是丧尸这件事 还是被别人知道了 早在早餐店遇见顾怀那天 江雨就对他有所怀疑 直到发现他受伤后留下的绿色血液 这才再次确定 次日顾怀的头像 被印在危险度五星的通缉单上 我拿着通缉单仔细瞅了瞅 别说这张头像还挺帅气 我有理由怀疑印通缉单的姐妹 也是眼狗 风炎是最先跑来找我的 看见我安然无恙的待在店里 他松了一口气 你真是蠢 对方是丧尸都不知道 你还和他交朋友 风炎对上次出现在店里的 找我的顾怀也有印象 记得我说他是我朋友 他还问我 知不知道顾怀常去的地方 我摇头 顾怀二次受伤后 再度卷走我的金河潜讨了 这次还算良心 给我留了两三颗 我气冲冲的去找他算账 结果到处找不到他的踪影 就连小房子也不在 仿佛人间失踪了一样 我在思考顾怀 还有什么藏身之地 就见风炎一脸支支吾吾 听江宇说 丧尸是你和他去动牙时发现的 你不是说对闪花没兴趣吗 我上次喊您也不去 声音渐渐落下 我点头 是啊 但江宇说的是陪他去 而不是我想去的话 风炎脸色顿时正清正白 身后的小弟拍拍他肩膀 炎哥傲娇一声 风炎咬牙切齿 你懂个屁 老子才不稀罕他和我去 估计是为了防止顾怀对我不利 这段时间 风炎 裴寒将与他们三人 轮流来守着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通缉单上的人是我 夜里 我洗漱完从楼上下来 裴寒站在店外 似融入了漆黑的夜中 就这么静静地眺望远方 深夜总能滋生 各种消极的情绪 我从冰箱拿出一瓶啤酒 两个杯子 不收费 破格请你喝 深夜 啤酒 花生 最为舒适 谢谢 裴寒接过酒 谁曾想几杯酒下度后 他的眼神已经开始迷离了 我万万没想到 表面上沉稳高冷的首领 背地里竟然是三杯醉的酒呆 他正惊危坐 一脸严肃地看向我 我身体也跟着坐直了 打算认真听他说话 然而 低沉的嗓音辗转 他说 苏若 你来我们基地吧 那我的早餐店怎么办 早餐店也可以搬到我们基地继续开 这样就不用担心丧尸的问题了 我笑了笑 沉默不渝 裴寒又说 苏若 你与早餐店 我都会护一辈子的 在顾怀消失的第一周后 我终于得到了关于他的消息 江宇说 封岩的异能小队找到了他 封岩的能力是大家公认最强的 更何况是对付一只受伤的丧尸 三两下就把顾怀抓住了 现在正被关在基地的实验室里 我愣住了 实验室一词 让我想起了对针扎的小白鼠 回过神 我已经跑到江宇他们基地门外了 我不是基地里的人 门尾不放我进去 顾怀从基地出来时 我手里正拿着一根木棍 急得差点开始袭击门位 某里泛着狼狈的泪花 姐姐是在担心我吗 姐姐担心我 是因为也喜欢我吗 他笑得倒是愉悦 某里还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我眼前的一切仿佛失焦的影片 唯有日光下的顾怀 格外清晰 直到他把我搂入怀中 我才敢确定 这并不是我的幻想 我攥着木棍 呆呆地看着他 你不是被抓起来 关在实验室的基地里 当小白鼠吗 顾怀说 毕竟那天丧失多 江宇有可能看错了 讨论一上午 他们决定撤销顾怀的通缉单 把他放了 我这才后知后觉 他的身体不像从前 皮肤似苹果百里透红 怀抱温热而又暖和 半秒后 我手中的木棍转移了方向 落在顾怀身上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你拿了我那么多金盒 也不给我多留一点 早餐电差也都开不下去了 拿金盒也就算了 还把我的熊娃娃拿走了 我晚上都没有娃娃抱着睡觉 拿走熊娃娃也就算了 你还 还那么久没有出现 我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 看不清他的面容 你们别误会了 老子怎么可能喜欢他 老子喜欢的 只是他家早餐而已 小弟朝他身后指了指 风言回头 再看见我的那一刻 落荒而逃 我无辜的眨眨眼 我有这么恐怖吗 小弟们摇头 还没多说两句 顾怀就不满的凑了上来 从背后搂过我 恶狠狠道 早知道我就让丧尸咬死他们 这样姐姐眼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在很久之前 我的眼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我告诉顾怀他 所不知道的是 初遇时 他身上的皮肤 便苍白的不像正常人类 但我还是把他带回家了 为了每日能见他 我下午都会背着脊带 经合去找他 那天晚上 我是故意把裴寒灌醉的 偷跑到外面 摇着店外的丧尸 问一晚上顾怀在哪里 江羽问我的枝子花 花语我并非不知道 裴寒的提议 我也没有答应 面对风言 则在装傻 顾怀挖了眉眼 也告诉我所不知道的是 丧尸进化的过程很痛苦 那一周里 他每天只有靠想我苦苦之称 他说 他想要变成人类 是因为我以前随口的一句话 丧尸和人类 肯定有生殖隔离吧 圣 我噎住 脸颊热的发烫 在那之后 早餐店多了一位老板娘 我负责做早餐 老板娘负责收银 温馨提示 用餐的各位客人请注意 千万不要盯着老板超过三秒 否则你将会变得不幸 回基地的路上 保不齐会被哪只冒出来的丧尸吓死 晚安